来源,广州日报广东海警总队昨日通报,近日,广东海警一支队在珠江口海域成功破获一起涉嫌走私动品案, 现场查获套牌货船一艘,涉嫌走私动品357吨,虚假船牌三副,据介绍,此次行动是该支队深入开展,蓝天2018机司专项行动的重大战果, 9月初,广东海警一支队侦察员在珠江口海域,发现有一艘可疑船舶,涉嫌从香港装载动品走私运往内地,该支队迅速组织警力,前往目标海域设服。 9月6日凌晨1时左右,海警4408-1,海警4405-1等多艘舰艇在贵山岛附近海域发现行踪可疑的嫌疑船舶, 经登船检查,当场查获冷冻猪蹄、猪耳、鸡爪在内的冷冻肉制品一批,总重357吨,案值约1600万元。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该涉案船上藏有三副假船牌,多等伪造航行记录本、船博证书等,试图通过更换假船牌, 伪造航行记录等违法手段,逃避执法部门查击、船上动品来自美国、法国等国外市场。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符合评估审查要求的国家或地区输华肉类产品名单,属于禁止进口货物, 因案件涉嫌走私刑事犯罪,两名嫌疑人现已被刑事拘留。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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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